这个女人挣钱太难了 不仅赚来的钱被抢走 还被男人用视频威胁 机车男不断挑选着眼前迷人的服装 看着拥有完美身材的小美 立即选出一款符合环保里面的衣服 便随手扔给小美让她换上 然而却遭到小美的嫌弃 机车男表示她的服装不符合公司的标准 看着不情愿的小美 为了照顾公司形象强制让她换上 随即叫住转身离开的小美 让她在自己面前原地变装 而小美只能忍受屈辱 上演一场大型换装直播 很明显换装后的小美显得更加迷人 这眼前惊艳的一幕 给机车男看的直溜哈喇子 兴奋地让小美跟着她走 手舞足蹈地准备给小美安排工作 小美见状不妙 连忙表示他们之前已经约法三章 出尔反尔的机车男表示她都称老油条了 还在自己面前装清高 不能接受的小美扭头就要走 直接被男人一把拽住 立即开口威胁她和自己对着干的人 坟头草都比人高了 随即拉着小美来到一个油腻男身旁 机车男看着一脸嫌弃的小美 随手一把将她推到男人身旁 油腻男顺势将小美揽入怀中 表示等一下给她看个宝贝 工作结束后小美被男人打赏 数着寥寥无几的辛苦费 不禁有些怀疑人生 出来后的小美却看到等待许久的机车男 转身准备离开的她却被男人一把拉住 开口逼她交出辛苦费 小美清楚业内并没有这个规矩 直接拒绝了她 上头的机车男一巴掌将小美打倒在地 不停指责的同时拿起她的包翻起来 小美看着自己的血汗前被拿走 准备起身反抗 再次遭到男人的警告 让她每次多得的报酬都分给自己 愤怒的小美立即表示自己不干了 眼看着小美就要离开 机车男上来又是给小美一顿毒打 看着激进抓狂的小美 随即拿出自己的杀手锏 原来是上次验货时留下的视频 小美彻底被眼前的一幕惊叨 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会如此的无耻 机车男还不忘威胁小美 胆敢偷偷跑路 自己就会公开她的丑闻 害怕的小美再也不敢作声 面对着男人不断的训斥 小美胆战心惊地坐到后座 甚至连哭都不敢出声 两人回到小美住处 小美开口向她要工资 男人随即将这次酬劳给到她 却发现少的可怜 小美气愤争论的同时 却不知这才是她噩梦的开始 这个男人是名副其实的吸血鬼 不仅抢走女人赚来的钱 还录着视频威胁她 回来的小美不满机车男给她的分红 男人不悦地上前一把抓住小美 开始指责起她 让她不要不识好歹 随即就准备再次验火 看看她到底值不值自己给她的分红 体验过后的小美 听着男人侦耳欲聋的打酣声 气愤的同时 却又显得是那么无可奈何 第二天小美工作结束 开心地接过男人的打赏 心机地请求男人 不要对别人说给了自己费用 看着男人的不解 小美还不忘帮其编着理由 看着机车男贴心地问候 男人顺着小美的请求 装作一脸不悦地离开了 心生怀疑的机车男开口向他要钱 小美还不忘抱怨今天没挣到 男人一把抢过小美的背包开始翻起来 结果自然是包比脸都干净 男人不断打量着眼前的小美 而她也只能故作镇定 两人一同回到小美住处 看着一直盯着自己的男人 浑身不自在的小美想赶紧制走她 看出端倪的男人 催促着小美不要只脱鞋 让她跟自己坦诚相见 随即一把拉起小美开始搜身 尽管把钱藏得很隐蔽 却还是被男人找到 结果可想而知 小美再一次地被打翻在地 看着男人的大发雷霆 小美只得连忙向她求饶 拿到钱的男人临走 还不忘给她一脚 看着地上瑟瑟发抖的小美 机车男再次扬言威胁着离开了 而留在原地的小美 惊恐未定的同时 更多的是想尽快摆脱这个如恶魔一般的男人 随即开始翻起手机 却发现到现在老外一直没给她回消息 思来想去的小美便翻出长发妹的电话 想从她这里谋一条生路 于是第二天便约她见面 看着长发妹开口地嘲讽 此时的小美也只得强颜欢笑 心机的长发妹还特地向她炫耀自己新买的包 见此的小美开口让她帮忙约老宝见面 看着长发妹的直接拒绝 无奈的小美只能低三下四地向她求情 看着一副凄惨的她 长发妹就此答应下来 回到夜店的她就开始和几个死党聊起八卦 对小美记恨在心的卷发妹 催促着让她去告诉老宝 四人都想看着小美再次出丑 被催促的长发妹找到老宝 开口告诉老宝小美要找她的事 老宝却觉得两人已经闹翻 在长发妹的请求下老宝答应见面 但小美真的能借此来改变现状吗 你身边有这种人吗 求人办事被举 反过来就是一顿恶语相向 得知同意见面的小美 特地早起打扮一番 随即赶往约定的地点 看着等待已久的小美 老宝问她找自己干什么 小美表示自己想回来工作 老宝还在为她之前的事情生起 无奈的小美只能向她求情 开口说起机车男的事情 让她帮忙处理 而老宝是个生意人 只看重自己的利益 不会拿生意为她冒险 再一次拒绝了小美的求情 让她不要再过来找自己 随即就让保镖将她带走 见状的小美立即翻脸 开口指责起老宝不讲武德 自己之前帮她赚了那么多的钱 到现在连个小忙都不帮 可老宝一点都不惯着她 小美立即被保镖带走 走到门口被直接扔到地上 看着毫无价值的小美 老宝再无怜悯之心 而小美只得灰溜溜地离开 回到家中的她 有气无力地摊坐在桌子上 心中只能另做其他打算 随即就打了闺蜜的电话 心机的小美便开始向她故意卖惨 而闺蜜只好放弃上课去找她 正在小美盘算着下一步计划的时候 却听到门外的敲门声 以为闺蜜到来的小美前去开门 映入眼帘的却是机车男 随即开始催促她去打扮 正在这时闺蜜坐摩托来到公寓楼下 听着门外的敲门声 机车男开门就看到闺蜜的身影 面对着男人的不断调侃 闺蜜快步地来到小美房间 不料机车男却顺势推门而入 男人表示自己要带小美去上班 让闺蜜一同前去 见此的小美赶紧推着闺蜜离开 看着男人粗鲁的行为 闺蜜答应下来 随即三人坐上出租车一同离开 下车后的小美再次催着闺蜜离开 随即机车男开始威胁起来她 小美则警告男人不要对闺蜜动歪心思 却遭到机车男不断地恐吓 而这一幕被闺蜜看在眼里 紧接着小美被强行带走 出来后的闺蜜连忙叫住巡逻的警察 告知了小美的事情 随即两人就进门勘察 手下马仔看到这一情况连忙跑去报信 立即遭到机车男的质问 看着小美的拒不承认 男人只好起身去处理 由于证据不足 两人便无功而返 而闺蜜只能另想她乏 随即闺蜜来到备胎的住处找她帮忙 告诉了备胎关于小美所发生的事情 晚上小美偶然看到一个和自己有着相同遭遇的女人 眼前的一幕让她产生了新的想法 这个女人太机智了 为了男人的身体着想 偷偷将她手机里的小视频删掉 半场休息的小美 无意间看到一个和自己有着相同遭遇的女人 开口向她问起关于机车男的事情 女人无奈地称自己既然逃不过 就只能享受当下生活 小美开口问她知不知道视频藏在什么地方 女人连忙表示房间肯定有东西 让她去问门口保镖 看着已经动起心思的小美 女人还不忘劝阻小美 表示机车男他们惹不起 不要因小失大 看着女人的离开 此时的小美内心已经决定放手一搏 随即带着两瓶啤酒来到保镖面前 看着已经上锁的房间 便开始套路眼前这个男人 顺手递给男人一瓶啤酒 不停地夸赞男人长得帅 同时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来征服他 心机地表示等他哪天有时间 想和他一起探索生命的起源 看着眼前蠢蠢欲动的男人 小美随即给他留下自己的电话 而这一幕刚好被回来的机车男看到 看着男人的到来 小美只好匆匆离开 晚上小美看着翻来覆去的机车男 表示自己的包皮脸都干净 随即男人数着厚厚的一打钱 抽出一张给小美作为报酬 不顾小美的感受 便开始拖鞋准备住在这里 男人不仅白住 还不忘向他蹭酒 而此时的小美内心也是有苦说不出 只想帮帮给他两拳 酒过三巡的男人此刻睡得正如死猪一般 听着扎尔的憨声 小美小心地将他的胳膊挪开 无意间却看到桌上男人的手机 小心翼翼地将手机拿到手中 看着屏幕上的密码 还不忘让男人帮自己解锁 随即翻着自己之前背录的视频顺手删掉 做完这一切的他小心将手机放回 躺下的同事还盘算着视频的备份 第二天一早小美就被电话吵醒 接通后才发现是保镖打来的 跟小美定在酒吧见面 听着机车男不在的消息 小美爽快地答应下来 便赶紧起身去收拾东西 不久小美轻装简从地来到两人约定的地方 面对着男人的问候 小美心机地称要回去拿自己落在房间的包 看着男人的面露苦涩 小美只得再次拿出杀手锏 遭不住的男人便答应下来 两人悄悄来到房间 小美以忘记位置为由 开始肆无忌惮地翻着起来 伴随着男人不停地催促 而她不知道接下来所要面对的是什么 女人不停撩拨这个男人 就是为了进入房间翻着自己被拍的视频 可身后机车男却突然到来 刚找到视频的小美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听到男人不停地指责 小美顿时被吓得六神无主 随即男人掏出宝贝 对着手下保镖响来的杀鸡儆红 听着枪声的小美彻底蒙圈 保镖连忙向男人求饶 却被一脚踢开 保镖就去领盒饭了 已经麻木的小美看着男人的威胁 与无伦次的请求放过自己 男人只向她手里拿着的硬盘 随即一把抢过 气愤的男人再次将小美打倒在地 不顾她的求饶 一个反手将小美打趴在地上 紧接着对她腿部做起按摩 遭不住的小美被暴击三次就倒地不起 而男人依旧不肯罢休地准备再度开打 看着有气无力的小美 男人察觉不对连忙翻起手机 却发现视频已被删掉 生气的她连忙将小美拉起 上来就是一拳 最后一击中脚将她打晕在地 醒来的小美发现自己被扔在一处破旧的库房 还不忘翻找自己的手机求助 小美不停地打量着四周 随即起身来到门前开始呼救 结果却是无人理睬 求助无望的小美只能是以泪洗面 但随着她的不断呼喊 到来的机车男端着一份剩饭 扔到小美的面前 看着男人的到来 小美连忙上前恳求男人放自己出去 让自己干啥都行 而机车男却不为所动 随即转身离开 留在原地的小美只剩下无助和害怕 而此时的闺蜜和备胎 在不停打着小美的电话 机车男随手接了电话 面对着闺蜜的询问 男人表示小美正在工作 完事了会打给她 由此男人产生新的想法 随即来到库房 看着狼狈不堪的小美 开口表示她如果可以让闺蜜来为自己工作 就会删掉她的全部视频 放她自由 小美表示闺蜜如同亲生姐妹 让男人不要打她的主意 机车男却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小美连忙表示自己可以让别人过来 随即就遭到男人的拒绝 随手抓起盘子里的剩饭 贴心给小美投食 看着毫无食欲的她 便一脚踢翻盘子 生气地转身离开 遭不住的小美 内心已经开始动摇 第二天机车男再次来到库房 开口问她考虑的如何 看到小美还在坚持 机车男开始击溃她的内心防线 经过一番洗礼后的小美 最终还是向闺蜜下了手 这个女人太无情了 为换取自由 竟然亲手将闺蜜推向深渊 机车男看着久久不答应的小美 就拿起她昂贵的背包大作文章 害怕的小美立即伸手抢夺 两人在争执中 机车男无意中发现 她胳膊上名贵的手表 不顾小美的反抗 硬生生将手表摘了下来 又突然发现她戴着的金耳环 无奈的小美只得摘下给到机车男 做完这些的她立刻口嗨起来 随后就遭到男人的扬言威胁 看这个男人的转身离开 小美开口答应了她的条件 达到目的的男人回头 掏出手机让小美打电话 随即接过手机打起闺蜜电话 听着电话里关心的话语 小美颤抖地让闺蜜去大厅等她 听着闺蜜爽快地答应 这一刻她抛弃了自己最后的良知 伴随着机车男的询问 小美表示闺蜜在大厅 让她想干啥就去做 看着男人满意地准备离开 小美问她什么时候放自己走 男人表示抓到闺蜜就放她走 听到这个小美崩溃了 自己就这样被接二连三地戏耍 为自己行为感到后悔不已的同时 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事情的发生 看着机车男的离开 等待已久的备胎匆匆进去 四处寻找的她无意中听到小美的啜气声 不顾她的呼喊 搬来灭火器就砸开了门 听着外面保镖的斥责 小美立即带着备胎逃离出去 两人慌忙逃出仓库 看着后面追来的保镖 集中生智的两人立即躲进了垃圾桶 听着保镖的离开 两人这才逃过一劫 与此同时大厅的闺蜜等来的却是机车男 开口称小美让其来接她 不相信的闺蜜连忙打小美电话 却是无法接通 听着男人的忽悠 便跟着一同离开 小美跟随备胎来到家中 关心地问她知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 而备胎却是对她一点都不嫌弃 看着受尽委屈的小美 备胎还不忘对她表达着真心 直到现在只有这个男人仍然对她不离不弃 闺蜜跟随机车男来到公司楼下 机智地向酒店老板发了定位 进门后的机车男就听到小美逃跑的消息 闺蜜见此就要离开 却被男人一把抓住 开口让她替小美工作 便让手下带走准备焰火 而整顿好的小美在不停思考闺蜜的事情 面对着备胎的关心 她随即伤心痛哭起来 但她却没把这一切告诉备胎 让小美不知道的是 闺蜜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这是我见过最大胆的女人 被关进小黑屋的她 却想将眼前的男人制服 闺蜜趁着毫无防备的机车男 搬起椅子猛地将她打倒在地 随即准备跑路 却被男人反应过来一把拽住 慌忙起身将闺蜜拖住 上来就是一记中脚 男人转身看着惊恐不已的闺蜜 抓住头发将她拉起 随手就摔到沙发上 面对男人的斥责 闺蜜不怂地开始威胁起她 看着男人的心心作态 开口问起小美的事情 男人称是小美让自己去大厅接她 看着一副不可置信的闺蜜 男人表示她和自己是一样的人 不顾闺蜜的奋起抵抗 机车男就准备焰火 同一时间到来的酒店老板选择了报警 而此时的机车男还沉浸在快乐之中 却被前来报信的小弟打断 告诉机车男出事了 刚整理好衣服的闺蜜 便看到匆忙赶来的众人 机车男看着惊恐未定的闺蜜 还不忘气焰嚣张地威胁着她 随即就被强行带走 晚上醒来的小美 看着悉心照料的备胎 不免对她又是一顿夸赞 心机地让她睡在自己身旁 开口表示她给自己的钱都被抢走了 备胎还不免安慰她一番 直至此刻小美还没交代闺蜜的情况 已经完全不顾她的死活 第二天醒来的小美 还想着自己公寓的事情 由于没有盘缠 便起身翻起备胎柜子寻找四方钱 意外地发现她的小金库 打开看到一枚求婚金戒指 还有三人校园的合照 随即收了戒指 将小金库放回原处 还不忘换身衣服准备去当掉 走在路上的她 面对着邻居的指指点点 她也只能快步走开 刚出村口的小美 突然看到准备出门的闺蜜 两人对视 闺蜜气冲冲地朝她走来 看着惊慌失措的小美 闺蜜开口指责起她为什么骗自己 小美却故作不知 而闺蜜直接戳穿了她 发觉事情暴露的小美还在狡辩 直接遭到闺蜜一个大耳光 而小美彻底失去了她的信任 闺蜜表示自己竭尽所能地帮助她 而她却拉着自己一起掉地狱 被戳中内心的小美立即翻脸 开始反驳起来 表示自己的人生比她好太多 她只会甘于平凡 而自己拥有的东西 她一辈子都不会得到 闺蜜觉得她这种生活方式 是不会幸福的 就此两人的关系彻底决裂 而慢慢失去所有的小美 已经无法回头 当你再一次遭到熟人的图谋不轨 你会怎么办 小美不死心地再次来到公寓楼下 小心翼翼打探着周围的情况 快步来到自己家门前 却突然看到等待已久的机车男 听着两人的对话 机车男让手下在门口等小美 必知道她回来 害怕的小美快步来到电梯前准备跑路 心惊胆战的她刚回来就碰上大婶 随即就遭到她的不断嘲讽 准备离开的小美就被拦了下来 大婶则不依不饶地口嗨着 上头的小美立即动起手来 却被路过的备胎拦下 就在这时大伯也闻讯前来 看着面前的两人 小美只能快步离开 怒气冲冲地回到备胎住处 开口表示自己要离开这里 随即就让她搬家 而备胎已经没钱了 听着小美的不停抱怨 备胎称自己的钱都给她了 随即坐下将新买的手机给到小美 看着她一副心有不甘的样子 再次从包里掏出学习资料给她 希望她能完成学业 却遭到小美的嫌弃 好高骛远的她不想给别人打工 备胎表示现在需要先工作攒钱再创业 而小美却是一副很无语的样子 她只想自己一步登天 晚上备胎看着生气的小美 再次开口向她表达真心 而小美却不以为然 第二天备胎刚上班离开 大伯就悄悄来到小美住处 而她此时正在联系着以前的客户 大伯顺着小美的声音就来到门前 小美听着敲门声连忙起身开门 随即就看到自己一直反感的大伯 奋力推着门不让她进入 大伯便谎称自己来帮忙的 小美好奇她为何平白无故帮自己 男人表示自己是从小看着她长大的 不想看到她有麻烦 心机的小美开口就向老头要钱 看着大伯的询问 小美就告诉了她 深夜 大伯看着身旁熟睡的大婶 悄悄起身偷了她的存款 第二天一早就带着钱来到小美的住处 看着小美满意的神情 老头迫不及待的就要开始 看着她的蠢蠢欲动 心机的小美让她帮自己做一件事 随手掏出备胎的求婚戒指 让老头去帮她高价当掉 老头却一心想着快乐 小美心机的表示自己在这跑不了 让她可以随时过来找自己 现在自己急着用钱 就在这时工作结束的备胎回到楼下 不知的小美还在请求老头帮忙 看着不为所动的她 小美只得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遭不住的老头立即答应下来 刚出门就碰上回来的备胎 这个女人太聪明了 为逃出男人的魔爪 假意让她先去洗澡 随后就跑出去告状 下班回来的备胎吃惊看到 从房间溜走的大伯 立即上前关心小美的安危 小美谎称自己父亲又找大伯借钱 就被她找上门了 信以为真的备胎开始安慰起小美 而她便装作一副愁容的转身离开 备胎无意中看到桌子上的邮箱地址 心生怀疑的她并未言语 晚上小美趁着备胎熟睡 打开纸上的邮箱地址 随即看到老外给她的留言 表示明天会飞到泰国 让小美在老地方等她 小美瞬间内心激动起来 这又一次燃起她心中的富婆之梦 看着毫不知情的备胎 心中盘算着该如何抓住这最后的机会 第二天备胎由于有工作要忙 只得早早向小美道别离开 看着备胎的匆忙出门 小美立即拿出大伯给自己的钱赎起来 已经想好该怎么消费了 还没等到出门 随即听到门外大伯的敲门声 连忙开门让她进来 紧接着大伯拿出卖掉戒指的钱给了小美 收下的她连忙表示感谢 老头看着小美便不停夸她漂亮 小美就此套路起来她 瞬间上头的大伯 迫不及待地上前要和她快乐一番 随即遭到小美拒绝 心机地表示要出去买点工具 为了打消大伯的顾虑 就让她先收拾好等着自己 看着老头欣然答应 连忙将她推进浴室 做完这一切的小美望着手中的钥匙 快步走出房间 来到楼下的小美内心里做好打算 为了彻底摆脱大伯的纠缠 随后来到大伯店铺前 面对大伯的一顿斥责 小美告诉了她关于大伯的事情 害怕大伯不上钩 还特地添油加醋描述一番 看着已经怒火中烧的大伯 随口就告诉她大伯给自己三万柱的事情 不顾大伯的斥责转身离开 慌张地她赶忙翻出钱罐 却发现已被掏空 来到备胎住处 看着已经准备就绪的男人 就开始清理门户 与此同时小美打扮得光彩夺目 来到工作的地方 听着星探的工作安排 原来是让小美帮他们卖房子 碰巧的是妇人也来到会场 听到声音的小美转头看向妇人 两人就此对视 看着满脸惊恐的小美 妇人朝她的方向走来 开口就是一顿嘲讽 受不了的小美起身就开始反驳她 妇人则直接戳穿她的目的 不懈地转身离开 而接下来的荧幕却让小美就此崩溃 当你眼睁睁看着心爱的男人 即将和别的女人结婚 你会是什么感受 小美吃惊地看着眼前一幕 随之脑海不禁浮现和小少之前的种种 想到她向自己表白的场景 不禁湿润了眼眶 伴随着心叹的呼唤 小少也发现了此刻的小美 两人不经意见互相对视 失落的小美连忙编着理由离开 小少却没有追去 小美快步来到卫生间 正沉浸在伤心的情绪中 机车男却硬闯女厕所 看着她将旁人吓走 害怕的小美便想强行跑出去 随即被机车男一把抓住 指责的同时顺手将小美打翻在地 不顾她的大声求救 开口威胁起来小美 惊吓过度的她疯狂呼救起来 小美看着男人从怀中掏出的宝贝 瞬间老实下来 男人表示她在逃跑就彻底弯犊子了 随后就强行带着小美离开 心机的她还试图向工作人员求救 却被机车男敷衍过去 小美被拉着来到展厅前 恰好碰上接待宾客的小少 面对着富婆开口的嘲讽 小美不敢出声地向她求救 机车男看着眼前的两人 开口询问认不认识小美 小少看着她被绑住的双手 以及求助的眼神 无情地表示自己不认识她 听到这的小美已经开始怀疑人生 看着两人恩爱的合照 而她却被一步步地拖向地域 小美被拖到地下车库 一把被男人扔到车前 不经意见看到一辆车驶来 心机的小美将她奋力推走 一脚将男人踢翻在地 看着她倒地不起 随之赶紧跑路 逃出来的小美不断打量着周围 走到路边向行人求助 一味好心的眼镜男帮她解开绳子 害怕的小美连忙拦下一辆出租离开 面对着司机的询问 小美便去闺蜜所在的酒店与老外会合 同时不忘补个妆 小美故作悠闲地来到酒店 开口询问老外的房间 却看到前台的闺蜜 尴尬的同时闺蜜告诉她老外还没入住 看着小美的转身离开 闺蜜也不再插手她的事情 看着屋内乱糟糟的备胎 便给小美打起电话 而她看到备胎的来电 却直接挂断她的电话 闺蜜还不忘帮小美接杯水送到面前 看着她没有过多言语地离开 小美内心也很不是滋味 却无意中看到酒店老板 对闺蜜的嘘寒问暖 这更让她羞愧难当 与此同时备胎来到大审店铺 询问小美情况 才得知发生的事情 回到家却发现小美将她的戒指早已卖掉 这个女人太花心了 不仅不接男友的电话 还当着闺蜜的面 与别的男人约会 两人互相寒暄几句就要离开 看着闺蜜不悦的表情 男人还不免得死一番 两人来到餐厅 小美向老外说起自己的事情 现在居无定所没有收入 老外便让她跟自己住到一起 心机的小美却故作为难起来 不想过度打扰她 而男人却只想着快乐 两人内心都打起小算盘 小美想从老外这里翻身 而男人只贪图她的美色 结束后的小美在不停思考着下一步计划 面对男人关心的询问 小美便开始卖惨 不想让她离开 自己现在已经没朋友了 秒懂的男人立即起身 从怀里掏出一打钱给到小美 随之遭到她的拒绝 小美只想她帮忙解决个人问题 看着男人的坚持 小美再次向她求安慰 让她不要抛弃自己 随即备胎就打来电话 看着手机不停震动 小美并未理会 发现小美秘密的备胎 打开纸条上的地址 就知道了两人约会的地方 备胎决定去找小美 第二天一早小美就看到 精心打扮的老外 问她去哪谈生意 看着男人随口应答 心机的小美立即起身 请求男人带自己一起去 随即就遭到男人拒绝 小美不死心地 称自己啥都干过 跟着她去还能帮点忙 而老外便再次拒绝了她 还不忘安慰一下小美 快步转身离开了 没有达到目的的小美 心里不免问候一下她的家人 奈何一人在房间无所事事 随手翻起桌上的文件 打开纸锋就想一探究竟 却意外掉落一个U盘 顾不上这些的小美 开始看起文件的内容 就在此时老外突然回来 小美连忙将文件藏在身后 故作镇定地将U盘踩在脚下 看着惊恐未定的小美 男人告诫她不要妨碍自己做事 随即转身将落在桌子上的手机拿走 看着男人的离开 害怕的小美赶紧将U盘拿起 想着男人对自己的警告 不想因此再生事端 连忙将U盘放回纸锋 同时也让小美好奇起来她的职业 下午老外便带着小美出来 与熟人谈合作 打招呼的同事 还不忘介绍小美的身份 伴随着众人互相寒暄地落作 女人问起老外的声音 而她却并不愿提起 便随口问起小美 酒店老板抢先告知她的身份 随即就遭到女人的嘲讽 而小美强颜欢笑的同时 却没想到接下来所要面对的事情 这个男人太可怜了 静眼睁睁看着女神当面和别人亲吻 备胎顺着邮箱地址来到酒店 拨打小美的电话 结果却是无法接通 正在她一筹莫展时 吃惊地看到小美和老外 有说有笑地走到跟前 老外看着小美上前询问 让她处理好事情到房间找她 不顾一旁的备胎 上前对着小美就是一口 看着男人得意地离开 小美就示意备胎外边聊 而这一幕也被闺蜜看在眼里 面对小美不悦地质问 备胎表示自己不放心 想来看看她 小美却觉得她的到来影响自己工作 备胎却喋喋不休起来 小美直白地称自己不会回去 而备胎还试着挽回小美 自己会完全听她的话 考虑再三的小美直接让她回去 害怕失去的备胎不停向小美求情 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比自己更爱她 看着小美不为所动 备胎表示她卖掉的戒指 是自己毕业以后向她求婚用的 破防的小美向她摊牌 他们只是朋友关系 伤心的备胎不解 小美为何一直欺骗自己 让她看到希望却已失望收场 小美表示有人在爱着她 自己和她不合适 随后无情地转身离开 闺蜜看着小美所做的一切 此时此刻才终于清楚她的违缘 这时的小美却已无法回头 快步转身离去 回到房间后的小美 不停回想着发生的一切 事已至此的她只能收起眼泪 继续朝自己的目标前行 便来到老外的眼前 看着男人的叙事待发 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 而心情工作起来 遭不住的男人 不停夸赞小美的同时 问她要不要跟着自己 去国外发展 这句话一下就说到 小美的心坎上 随即男人让她先考虑一番 小美心机地问起 她给自己安排的工作 看着男人的调侃 小美却害怕起来 会被无情抛弃 男人并未给她做出承诺 而此时的小美 已经开始幻想起 国外的生活 此刻的备胎 却是郁郁寡欢地躺在家中 面对闺蜜的劝说 也是不为所动 另一边小美 却在未搬去国外 倍感兴奋 不断翻看着 国外的打卡圣地 一想到又可以 在朋友面前炫耀 就准备将自己 好好打扮一番 随手拿过背包 开始赎起自己的余额 得到双倍快乐的 她感觉人生就要起飞 随即来到商场 开始疯狂购物 这种久违的感觉 不断充实着 她的虚荣心 为一切准备就绪的她 真的能够如愿以偿 走向巅峰的人生吗 这个女人上一秒 还在疯狂购物 随后就被男人 堵在了家中 心满意足的小美 刚回到酒店 就被闺蜜叫住 想要和她聊一聊 看着小美 一副不情愿的模样 闺蜜开口提起 备胎的事情 而小美却对此毫不在意 听着闺蜜的劝说 小美表示 自己不会和被胎在一起 让她前去照顾 闺蜜生气地指责 她不讲道义 话没说完 就遭到小美的反驳 表示她也不比自己好到哪去 最终还是成为了 自己这种人 听着闺蜜的极力否认 随即就说出了真相 全酒店都知道她的事情 看着闺蜜的瞬间失神 小美却吃惊 她竟然被蒙在鼓里 还不忘开口安慰起闺蜜 让她接受现状 就不用再遭罪了 听不下的闺蜜立即转身离开 怒气冲冲地来到办公室 随后赶来的女人 就告诉了闺蜜真相 酒店老板也闻讯赶来 不过男人的挽留匆忙离开 晚上 小美前脚刚准备洗白白 老外就推门而入 随后就要帮她刮杀 还不忘跟她确定出国的事情 看着小美的不解 老外表示 需要两人以夫妻的身份办签证 而小美以为她在跟自己求婚 面对男人再次的询问 喜出望外的小美连忙答应下来 这让她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即将起飞 第二天醒来的小美 便开始扮起妻子的角色 对老外无微不知照顾起来 男人让她准备好结婚的资料 等他们登记完结婚 就立即去办签证 开心的小美连忙答应下来 随后男人便准备外出工作 小美看着她的离开 却又为结婚资料而发愁 起身来到公寓楼下 叫了一个跑腿让她去打探公寓情况 随即给了男人房卡 焦急地在楼下等待 男人顺着地址来到门前 进入后发现房间空无一人 便下楼告诉小美没人 开心的她立即准备上楼 打开门便看到 眼前乱糟糟的房间 不顾及这些的她连忙走到卧室 快速收拾自己的行李 提着沉重的行李 向快速离开 心急胆战地等待电梯 当电梯开门的一瞬间 机车男的模样便映入眼帘 如见鬼般的小美立即掉头跑路 转身回到自己房间 却被机车男用力抵住了门 害怕的小美全力将门关住 听着门外机车男的不断敲门 小美连忙给老外打起电话 却被提示无法接通 而此时门外的机车男 却从兜里掏出小美的备用房卡 这个女人正在打电话报警 下一秒男人就打开了她的房门 害怕的小美上前拼命抵住门 两人争执中房卡掉落在地 男人随即伸手抓住她不停拉扯 小美顺势抱住胳膊疯咬起来 顺利将男人关在门外 听着门外机车男不停敲门 无助的小美立即拨打备胎电话 此时的她正和门蜜散心 看到小美来电 伤心的备胎并未理会 还遭到门蜜的调侃 而机车男的动静 引来了公寓的安保人员 她只能编着理由敷衍过去 保安便让她去大厅等候 小美看着男人离开 暂时放松下来 与此同时 到来的酒店老板看到 聊得火热的两人 上前就将备胎打倒在地 面对着门蜜的指责 男人问她是不是真的喜欢备胎 门蜜称自己已经知道 关于她的一切 连忙将男人赶走 而被她因此知道 闺蜜暗恋自己的事情 过了许久 小美还在听着门外的动静 再次打探楼道情况 看着空荡荡的楼道 她只想尽快逃离这里 与其坐吃山空 还不如放手一搏 便小心翼翼从家中出来 为了安全起见 小美选择从楼梯悄悄离开 刚逃出来的她还没来得及高兴 就碰上等待已久的机车男 刚要掉头逃跑 就看到身后跟来的保镖 看着惊慌失措的小美 机车男表示自己在监控室看着她逃跑 紧接着走到小美面前 上来就是一击下马威 随即被身后的保镖控制住 看着疯狂挣扎的小美 男人大声斥责起她 生气的同时又给她一击重拳 遭不住的小美直接倒地不起 男人不依不饶地指责她逃跑的事情 看着小美不停地惨叫 男人还不忘再次补刀 彻底将她击垮 晚上 从昏迷中醒来的小美 看到的却是机车男在不断翻着她的行李 便看到小美藏好的护照 开口问她想逃到什么地方 恐慌的小美立即向机车男求饶 求她放了自己 立即就遭到男人的拒绝 看着她不断翻着旧账 小美只得再次向男人求饶 却被一脚踢开 看着她的油盐不尽 小美表示只要放她走 什么事情都愿意做 男人表示酒吧重新开业 介于她之前给自己惹的祸 会帮她找些有趣的事情做 心存侥幸的小美只想地逃跑 男人要先考虑一下 而此时的小美内心慌张起来 不知道男人会怎么折磨自己 这个女人究竟有多惨 为了逃出男人魔爪 不惜被男人当成商品 而她却乐在其中 验完货的五人对小美甚是满意 随即爽快地让机车男刷卡 看着几人陆续走到面前 吃惊的小美也只能装作强颜欢笑 同一时间老外回到酒店 没有看到小美的身影 掏出手机看到她的未接来电 立即回拨过去 却被机车男接到 于是两人约定见面详谈 工作结束后的小美回到房间 脑海中不断浮现自己所经历的一幕 心中的委屈和不甘随即涌伤心头 而她只有继续坚持下去 才能得到自己所想要的一切 随即看到前来的机车男 赶紧失去脸上的泪水 听着男人的冷嘲热讽 小美只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 便开口让她放过自己 机车男觉得她很有天赋 不愿让她离开 看着恍然大悟的小美 男人慢慢走到她的面前 开口称小美让自己损失太大 不管她帮自己赚多少 都填不上这个窟窿 让她断了想逃走的念头 转身就赎起小美挣的辛苦钱 看着男人拿钱扬长而去 小美也只能是一泪洗面 自己千方百计地想逃离这个地方 却被机车男一次次地戏耍 第二天便带着保镖来约定的地方 见面后的机车男不顾老外的问候 让她有事直说 老外要带小美去德国定居 却遭到机车男无情嘲笑 老外直接让她开家 要买小美自由 机车男开口就要200万 看着老外的爽快答应 机车男却因此对她的行为感到好奇 而老外却有自己的打算 谈妥后的机车男便将小美带到了酒店 小美吃惊地看着眼前的老外 快步上前一把抱住她 不断对老外表示着感谢 看着眼前惊魂未定的两人 随即让手下将行李还给小美 老外伸手接过行李箱 转身就带着小美离开了 逃出火坑的小美开心地在收拾着衣服 一想到自己就要奔赴国外 就感到兴奋不已 还不忘拍几张照片 随手发到朋友圈嘚瑟起来 看着男人前来催促 小美不禁开始向老外诉苦 表示自己为了摆脱父亲 只身一人到曼谷读书 却碰上猥琐的大伯和刻薄的大神 自己只想有一套房子 可以不用去工作 为得到无忧无虑的生活 自己付出了太多 直到现在遇上她 面对男人不停地安慰 而小美又真的能够活成想象中的模样吗 这个女人有多无助 不仅护照被拿走 还遭到壮汉的随身监视 已经准备离开的两人来到大厅 面对服务员的关心 小美便问起闺蜜的事情 女人表示她辞职了 听此的小美顿时感到失落 本打算就此和闺蜜告别 伴随着老外的催促 小美只得跟她一同离开 正打算洗衣服的闺蜜 才从手机得知小美要出国的消息 不舍得同事还不免有些埋怨 真是把自己当外人了 最终小美如愿以偿地跟随老外来到德国 两人来到老外的住处 小美便开始打量起四周 结果却差强人意 并不是她想象中的模样 瞬间觉得她还有别处的房子 老外谎称别处的房子离得远 让她先在这里住下 小美勉强答应下来 希望老外可以在家陪着自己 男人却称自己还得工作 不情愿的小美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家太孤独 老外只好就此答应下来 已经产生落差的小美 虚假应付的同事心里也不免打起小算盘 而老外也在思考着下一步的计划 同一时间被她因为工作的事情问起闺蜜 面对她的不解 被她并没有戳破两人的关系 而闺蜜却以心知肚明 醒来无视的小美看着匆忙外出工作的老外 就想跟着她一起去 却遭到拒绝 让小美好好休息 有她出力的时候 随后趁着小美不注意 快速打开箱子 里面却有厚厚一打的护照 老外随即拿起小美护照翻看起来 将她的护照放到一起 用电脑压住 在家已经待不下的小美便想出去转转 老外让她在家好好休息 饿了可以到旁边超市买菜回来做 看着小美的爽快答应 男人再次向她告别 带着装满资料的箱子快不离开 随后小美准备出门买菜 无意中发现旁边站着两个老外不停看着自己 浑身不自在的小美只能快步离开 两人立即起身来到她的身旁 看着像保镖一样的男人 此时小美心里也是忐忑不安 从菜市场回来的小美 抱着刚买的菜走在前面 余光却发现两个男人仍然在跟踪自己 看着男人不经意间地打探 小美快速进入房间 顺手将东西放到一旁 察觉是有蹊跷的她不停在想着办法 随即掏出手机给老外发起消息 昏睡一天的小美醒来 拿起手机发现老外还没给自己回消息 已经无聊至极的她 起身打探却发现楼道已经空无一人 而她却没想到接下来的事情 什么叫做一秒变装 前脚女人还在翻看打卡圣地 后脚便换好衣服准备出发 小美刚准备拿护照外出 却发现护照不见了 心急火燎地打开柜子翻起来 却没有找到 不死心地她再次翻起床头柜 仍然是没有找到 正在小美一筹莫展之际 突然收到老外发来的消息 称她傍晚就会回家 看到消息的小美瞬间开心起来 同时也在思考自己的护照 为何会凭空消失 没有这个 她就会被限制自由 同一时间 不请自来的备胎直接来到闺蜜房间 发现了她偷偷藏着自己照片 闺蜜害羞地上前一把夺过 连忙赶她出去 备胎却想给闺蜜换张新照片 这张拍得不帅 随即表示已经知道她喜欢自己的事情了 看着闺蜜连忙否认 备胎开始撩拨起她 看着闺蜜推到墙边 伸手将她臂动 慢慢凑近地问她喜不喜欢自己 还不忘撩她一下 备胎看似表面老实 其实也挺会 看着已经面红耳赤的闺蜜 表示自己要留在曼谷陪她 晚上小美直接问起老外工作的事情 面对男人的不断询问 小美直接对她说了被跟踪的事情 老外却一直告诉她这里很安全 让她不要想太多 小美却担心起来会再次遭到跟踪 老外便让她待在房间 不要外出 此时的小美在房间已经待不下 只想出去走走 老外只能再次安慰小美 让她等自己忙完 看着勉强答应的小美 便让她先找些事做 听到这的小美已经有了想法 第二天再次外出买菜 依旧被两人跟踪 匆忙进入房间将东西放下 对这两人的行为一直感到不解 纠结的同时想到老外对自己的告解 无奈的她只能掏出手机 搜索起来各种饭菜的做法 借此来消磨时间 随后跟随教学做起饭来 晚上用餐时就向老外炫耀起自己的厨艺 老外夸赞的同时却只吃了一口 还不忘解释自己吃过了 小美直白向老外问起护照的事情 看着男人的疑惑 小美表示找了一遍没找到 老外谎称自己也没看到 随后起身走向房间 留在原地的小美也是一头雾水 第二天醒来的小美 还在为护照的事情而发愁 无意中看到老外的箱子 心生好奇的她连忙起身来到桌子前 趁着老外不再就想一探究竟 打开之后却让她看到不可思议的一幕 这个女人无意打开行李箱 却发现惊天大秘密 箱子里不仅放着自己丢失的护照 还藏着一堆其他女人的护照 小美挨个翻看起来 吃惊地发现她们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不死心的小美还在找着其他资料 无意中发现一个熟悉的U盘 这让她想起之前从指缝里掉落的那个 因此还遭到老外的警告 突然听到门外传来动静 小美连忙将U盘藏到身上 快速关上箱子坐到床边 强装镇定地玩起手机 然而老外并没有发现这一切 开口告诉她要出去上班 小美却好奇她晚上能做什么工作 老外表示要去给客户送货 必须得亲手把关 看着小美勉强答应 老外告诉她新房子装修好了 等搬到新家 就要开始为她工作 小美连忙答应下来 随即男人就要明晚来接她 看着小美的不解 男人谎称自己白天比较忙 小美却不知道正在慢慢落入圈套 男人向她告别 随即带着箱子离开 小美看着老外走远 连忙拿出优盘端向起来 好奇这个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 第二天晚上 已经装好行李的小美 将优盘藏到包中 刚整顿好行李 老外就前来催促 正在此时男人接到电话 谎称是搬家公司打来的 伴随着老外的离开 小美无意间看到桌上的电脑 想探索真相的她随即跟上前去 出来的瞬间 却发现跟踪自己的两人 是老外的手下 赶忙跑回房间关紧房门 打开电脑却发现有密码 便想到箱子上的开锁密码 幸运地解开了锁 赶紧将优盘插到电脑 吃惊地看到验货的视频 就想到之前常发妹所说的一切 这才意识到自己被卖到了国外 听着门外的脚步 小美连忙将优盘拔下 慌忙地藏到包里 男人前来催她离开 看着老外已经准备就绪 心机的小美连忙问她是做什么工作的 男人却表示到时候她就知道了 在老外不停催促下 小美只能乖乖跟她离开 刚出房间就看到门外等待的男人 听着老外打着招呼 小美才确信自己心中的想法 老外并无言语 强行带着小美离开 几人来到车前 开门一瞬间便看到车上坐着的几个女人 看着疑惑的小美 老外表示这是她的工作伙伴 此时的她才想起来 这些全都是护照上的女人 小美便被强行推上了车 看着车前的老外 才发觉一切都为时已晚 你敢相信眼前这个浓妆艳抹的女人 是一个曾经拥有无限风光的人吗 小美一行人被光头男带到地下红灯区 察觉不对的她就要找老外对峙 眼看就要挨打 突然从门外进来一个壮汉 开始打量起眼前的小美 并夸赞她很漂亮 小美随即就要找他们负责人谈话 男人问她找自己有啥事 听此的小美才反应过来老外对她说过的话 原来她真的只是代理人 看着愣神的小美 壮汉连忙欢迎她的加入 小美无意中看到男人的宝贝 被吓破胆子的她只能乖乖进入房间 随即光头男便让他们打扮一下准备工作 看着面前悔不当初的女人 小美便上前安慰 才得知所有人都是被老外骗来的 有过阴影的小美只能劝她赶紧打扮 看着眼前这一幕 小美也是无计可施 随后光头男来到房间 看着出众的小美 还不忘再次帮她装扮一下 随即拉着小美前去工作 转眼两人来到一名黑人面前 而小美如商品一般被人挑选 紧接着被黑人带走 与此同时 闺蜜与被胎顺利毕业 被胎借机向闺蜜求婚 反而得到母亲的支持 便留下了两人第一张合照 渐渐的小美开始化上浓妆 被压迫的她 开始做起自己不情愿的事情 曾几何时她也是风光无限 多少男人败倒在她的裙下 而她现在只能是强忍生活的摧残 苟延残喘生存下来 而这一切都是这个男人给自己带来的 一想到被她无情戏耍的小美 就忍不住悔恨的泪水 誓死要报复男人 偶然机会 小美不经意见看到 又来给壮汉介绍新货的老外 趁着她上厕所之际 小美快步上前给老外一巴掌 不断指责她欺骗自己 现在所经历的不堪都是她造成的 老外却觉得她应该反过来感谢自己 面对小美的纠缠不休 老外表示她想要过上好生活 就不应该走上这条路 一切罪魁祸首是她自己 随即老外快步离开 而小美却被她的一番话点醒 想到了以前的种种 老板对她的好言相权 花心小少对她的无情抛弃 以及被胎对自己的苦苦挽留 还有闺蜜对自己最后的点拨 而这些她都后悔莫及 但是面对现况 她至此再也不能回到过去 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 以前所有的幻想最终破灭 而这也成为她最后的归途 女孩被卖到地下红灯区 受尽非人的折磨 这一切究竟是梦境还是现实 小美正在出神地思考人生 思绪却被闯入的女人打断 便开口问她过来有啥事 看着女人慌张的神情 小美装出一副看破的样子 随即女人便交出了手机 喜出望外的小美 顺势抢过手机 立即拨打报警电话 不停地向对方求助 这一幕被突然盗来的光头男看到 小美快速将手机塞回女人手里 伴随手机掉落 女人就遭到光头男的毒打 小美眼睁睁看着她领了盒饭 听着外边女人不断惨叫 此时的小美被吓破了板 工作结束后的小美看着眼前的两人 问起女人的情况 导演让她去领盒饭了 旁人还不忘帮忙捕刀 被惊吓过度的小美顿时有些腿软 来到房间躺下 脑海中一直浮现之前的一幕 并不断传来女人的呼救声 而她也在极度惊吓中 昏昏沉沉地睡去 警察突然上门将光头男抓住 伴随着外边的喧嚣 小美突然醒来 迫不及待地跑出去呼救 旁边女人一句话将她带回现实 已经入戏的小美四处寻找 却是空无一人 才发觉原来是大梦一场 失落尴尬地她快速退回到房间 极度渴望自由的小美 有气无力地再次躺下 现在的她已经激进崩溃 而她只能以泪洗面 得不到就熟的小美 只能回忆起之前青涩岁月 那时的她风华正茂 身边还有闺蜜和备胎陪伴左右 三人有说有笑地一起上课 偶尔还会互相讨论课题 不禁浮现之前和闺蜜谈心时的话语 闺蜜觉得像他们这种穷人 只有学习才是人生唯一的出路 而小美却不愿替人当牛做马 一心只想过上好日子 沉醉在幻想中的她突然听到来自闺蜜的呼唤 看着一言不发的她 小美表示一直认为自己哪方面都比她好 所以从来不听她说的话 现在无比后悔当初的自己 伴随着小美的呼唤 备胎也出现在她眼前 但她拒绝了小美的牵手 反而要带着闺蜜一同离开 不顾小美的苦苦哀求 备胎表示一切都是因她而起 随后两人消失在视线 而她也被前来的同事叫醒 面对着女人不停的指责 小美却已经分不清现实和幻想 此时的她只想着逃离这个地方 女人让她认清现实 大多数的人都是被骗到这里 让她断了逃跑的念头 而无法接受现实的小美 已经彻底沦落 这个女人太惨了 刚遭到男人毒打 就被壮汉再次威胁 无法接受现实的小美 脑海中不停浮现自己被迫营业的场景 自己正如商品一般工人挑选 另一边小少顺利与富婆结婚 她还在应对不同类型的客户 伴随着老板旅行社顺利开业 她却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 被光头男发现就遭到一顿毒打 而闺蜜也答应了备胎的求婚 这些曾经被她玩弄过的男人 都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只有她还身处地狱 每天不分昼夜的工作 无法面对现实的她 每天只能是以泪洗面 工作结束后的小美 看着眼前吃惊的同事 开口称自己今天休息 身体已经糟不住了 不顾别人的关心 转身朝房间走去 回到房间的小美 连忙服下药物 有气无力地躺下休息 不久便听到外边敲门声 被男人破门而入 一把拉起昏睡的小美 看着无力倒地的她 男人开口询问起来 小美生气地就对她吐起口水 立即遭到男人无情毒打 不略地转身离去 留下奄奄一息的小美 同一时间被胎带着 闺蜜一家准备搬进新买的房间 随着母亲前去挑选房间 两人也在筹划未来 闻讯赶来的壮汉 看着倒地不起的小美 二话不说就动手报答 面对壮汉的催促 这一次她选择不再妥协 扬言不会再帮他们赚钱 自己早已恨透了这里 看不起他们的种种行为 诅咒男人永远吃不上四个菜 这一行为彻底激怒壮汉 再次将小美打倒在地 看着满脸恐慌的她 壮汉连忙抽出皮带 就要教训一番 将皮带套在她的脖子上 小美越是反抗 男人越是用力 看着已经奄奄一息的小美 壮汉只想将她置于死地 已经窒息的小美脑海中 浮现闺蜜和自己的赌约 闺蜜觉得没有钱也可以过得很幸福 而她却想千方百计得到一切 至此的小美才彻底醒悟 想到备胎心甘情愿为她所做的一切 才发觉只有备胎对自己是一片真心 而此时的她内心满是对两人的歉意 看着眼前已经意识模糊的小美 壮汉准备帮她脱离苦海 同一时刻 闺蜜无意中翻出三人的合照 而她却不知道小美已经命悬一线 伴随着房门警官 相册随即摔落在地 闺蜜顺势弯腰捡起 两人看着照片上的破损之处 似乎也是明白了什么 而小美伴随着生命的终结 最终才明白这一切是她自己的选择